人死炉灯灭,一个人一生的功与罪都会随着他的死去成为历史,但有些太过于特殊的人,就算死去,也会遭遇一些不寻常的对待。 汉朝王室中有一件匪夷所思的收藏品,王莽的头颅,而且历代皇帝们毫不避讳地把这骷髅头留在皇宫内院之内历经树潮,直到西晋内乱之时,王莽的头颅失踪。 这荒唐的272年的收藏史才落下了帷幕。 点个订阅不迷落,这里是匠心历史,为您讲述更有趣的历史。 王莽此人被许多人调侃为穿越者,但其实他的本质并非穿越。 而是复古,从他的政策就可以看出他的改革有很强的复古性质,本质上是想恢复西周时的制度。 与其说王莽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,不如说他是一个天真的改革家,因为王莽的改革本来是有其基础的。 他早年谦卑有礼,又有文采,受到文士们的广泛称赞,所谓王莽千功未篡实。 而当时西汉的统治已经腐朽,就连汉埃帝刘新都认为汉朝将要走到尽头,想把皇位让给自己的密友,改革是广泛共识,可以说王莽的改革是有深厚基础的。 这也使得王莽能够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篡夺皇位,建立了新朝。 但是之后,王莽的行为却向大家证明了他属实是一个天真的改革家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总结一下王莽的政策,就能够发现,他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改革,而是要求大家都来配合他的改革。 如果改革出现了问题,王莽不会认为是改革本身有问题,而会认为是有人不够配合改革。 他幻想着所有人都能遵守同一套制度,大家只要都按照他改革的一套来,就足以万事太平。 而对于改革本身,王莽却很少进行反思。 比如说,王莽考虑到西汉避制已经出现了许多问题,就要进行避制改革,这本身也没问题。 但问题在于,王莽把避制改革如此重大的事情当成了玩到一般,经常心血来潮,想起一套是一套,今天发行一套新货币,明天又发行另一套,还要求大家都按照新发行的来,配合他一起玩。 他的避制改革招令细改,还经常用劣质钱币来兑换老百姓的优质钱币,如果不同意就是违法。 结果短短几年间,全国竟然有数十万人因为违反货币法令而遭到惩罚。 王莽却不认为这是避制本身的问题,反而将此归咎为民众不遵守法令,于是对违反货币法令的人进行残酷的惩罚,结果遭致了更为激烈的反抗。 王莽的避制改革彻底失败。 再比如,当时天下发生饥荒,王莽却为了节省存粮,不但不派人赈灾,反而派人叫流落关中的鸡民瞩目为烙,让大家煮木头吃。 这看起来是一个合不食肉迷式的笑话,实际上比合不食肉迷更为荒唐,肉迷好歹真能吃,而木头吃下去是什么结果,可想而知。 最终,王莽的新朝改革全面失败,天下烽火四起,王莽也没辙了,摘下了伪善的面具,对各地起义进行残酷镇压,但他又怎么能镇压得住? 到了公元二十三年,陆林军逼近都城长安,王莽举办哭天大典,百般祈祷,希望能挽回局势,然而此事怎么祈祷都没用了。 不久后,陆林军就在长安市民的配合下攻破长安,一个叫杜吾的骑军战士杀死了王莽。 王莽被杜吾所杀后,一个叫工兵的校尉向杜吾问王莽的尸体在哪,杜吾就告诉了他, 于是工兵就把王莽的头砍了下来。 寻于婉事之中展示,但估计工兵本人也没想到,王莽头颅的展示时间远比他想象的要长,甚至超过了几个王朝的寿命。 得知王莽死了之后,早已恨透了王莽的骑军战士,蜂拥而上,王莽的尸体被砍得四分五裂,百姓们也对王莽的头颅用种种手段进行侮辱。 有人甚至把王莽的舌头切下来吃了,可见人们对王莽憎恨到了何种程度? 尽管是陆林军最终攻克了长安,推翻了新朝的统治,但起义的胜利果实最终被刘璇、刘秀集团夺取,后来刘秀与刘璇不合。 刘秀在号称称帝,重建了大汉王朝,与刘璇公开决裂,开启了统一天下的历程,始称东汉。 之后刘璇又在与赤梅军的争斗中被杀,刘秀又消灭了赤梅军,并逐渐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,让东汉由一个地方政权变为了一个大一统王朝。 在统一天下后,刘秀又找到了王莽的头颅,将其作为皇室珍藏,就这么保存起来。 从此,王莽头被收藏了两百多年之久,有人可能奇怪,人死后,皮肉不就逐渐腐烂了吗? 那王莽头是怎么保存那么久的呢? 实际上,这是因为刘秀已经让人去除了王莽头颅上的皮肉部分,只留下了骨头, 也就是说,此时的王莽头只是个头骨,而刘秀又让人对其进行了防腐处理,这才得以保存这么久。 不过这一点,其实在历史上就有人提出过疑问,那就是王莽的头颅在刚被砍下的时候就被公开展览了,并遭到了愤怒民众的破坏。 并且从王莽被杀到刘秀攻入长安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,这段时期,长安的情况极其混乱,先后被几个不同的势力统治。 王莽的头颅是如何在如此混乱的环境中保存这么长时间的,刘秀怎么还能找到这个头颅的? 因此,有人怀疑,后来东汉皇室收藏的那个王莽头,其实不是真正的王莽头颅,只不过是随便找了一个人的头颅,宣称是王莽头罢了。 不过不管这个王莽头,究竟是不是王莽真正的头颅,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件名为王莽头的宝物,被历代皇室珍藏了两百多年的时间。 那么,为什么当初刘秀要珍藏王莽头呢?虽说王莽也是刘秀的敌人,但也并非刘秀唯一的敌人,怎么就偏偏对他的头颅这么执着呢? 首先要明白的是,刘秀所收藏的不是只有王莽头,而是王莽头,孔子基和汉高祖斩白蛇剑这三件套,这三件宝物长期是被一起收藏的,代表的是东汉王朝的某种理念。 王莽头此前已经讲过,这孔子基就是孔子穿过的木基,汉高祖斩白蛇剑来自于刘邦斩白蛇起义故事,这把剑号称就是刘邦斩白蛇的那把宝剑。 而对于这两件宝物,人们同样有疑问,汉高祖究竟有没有斩白蛇,暂且不提,这事已经是两百多年前的了,这宝剑中间经历了这么多波折,真的是当初那把剑吗? 至于孔子基,相隔的时间就更久了,究竟是不是孔子穿过的木基同样也难以确定。 但实际上,东汉王朝只是需要这三样东西作为象征,以此宣扬自己的理念,因此这些宝物究竟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,关键是让百姓们相信它们是真的。 从而理解这些宝物所代表的理念,这三件套代表的是什么理念呢? 收藏孔子基,是因为孔子是儒家创始人,这代表的是是遵从儒家理念,收藏汉高祖斩白蛇剑,是因为刘邦是汉朝创始人,这代表的是刘秀所创立的东汉,也是汉式正统。 是西汉王朝的延续,而收藏王莽头,是因为王莽是新朝这个篡逆王朝的创始人,正是他篡夺了汉朝的皇位,这件藏铁是刘秀消灭王莽这个篡权者的象征,也代表着东汉王朝起家的正义性。 因此,三件套,合一,其实就是东汉王朝的立国象征,代表着东汉王朝会继续以儒学为治国理念,并延续大汉王朝的辉煌,同时也是警示臣子们安分守己,不要起叛逆之心,否则难免落得和王莽相同的下场。 不过,象征终究只是个象征,尽管东汉王朝收藏了这三件套,并竭力宣扬其正义性。 东汉王朝还是从中期开始就陷入了政局不稳的局面,东汉中期,皇帝多英年早逝,许多皇帝即位十年龄都很小,因此往往要经历一段摄政时期,频繁的摄政导致东汉中期政局混乱,陷入了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的局面,皇帝往往被架空,到了东汉末年更是天下大乱,各地豪强割据自立, 早已不把皇室放在眼里,又有多少人还在乎这三件套的象征与警示呢? 所谓王莽头,也终究只是个头颅罢了。 不过,或许是考虑到这颗头颅被收藏了这么久。 也确实有纪念意义,尽管东汉王朝名存实亡,但这颗头颅还是被继续珍藏了起来。 曹氏篡汉以后,这颗头颅依然作为魏国的皇室珍藏。 四十多年后,司马氏又篡夺了魏国的政权,建立了晋朝,使称西晋。 这颗头颅又成为了西晋的珍藏。 也许,这些君主也希望这颗头颅能起到一些虚无缥缈的警醒作用吧。 但他们自己都是篡权上位的,又有多少人能被这颗头颅警醒到呢? 西晋统一之后,继续收藏着这三件套,然而这个王朝却成为了最为默契沉沉的中原王朝之一。 开国时就有王国之相,这个新兴王朝在初期流行的并非节俭之风,而是豆腐之风,又有几人把三件套的象征意义放在心上呢? 公元291年,晋武帝司马炎才去世没多久,西晋就接连发生了三场政变,傻子皇帝司马忠根本无力控制局势,西晋迅速陷入了激烈的内斗之中。 司马忠之妻贾皇后,先是设计杀死了辅政大臣杨俊,接着又又骗司马尾,杀死了下一个辅政大臣司马亮,随后又将罪责都推到司马尾头上,将司马尾杀死。 但这种伎俩并没有使得晋朝政局稳定下来。 反而使得各地的野心家,蠢蠢欲动,都想通过这种阴谋手段夺取政权。 事实证明,善于权术不代表善于治理。 贾皇后虽然靠着权谋夺取了政权,但其治理却是一塌糊涂。 到了公元295年,天下灾荒连绵,已经有灵星的叛乱,司马尸诸王对朝廷的离心力也越来越强。 此时,距离晋朝开国不过30年,统一天下不过15年,却已经是一派亡国之相,祸不单行。 也正是在这一年,都城洛阳的武库发生了大火,大批武器和三件套此时都存放在武库中,形势岌岌可危。 然而在此关键时刻,辅政大臣张华首先想到的却不是救火,而是派人封锁现场,严禁任何人进入救火。 因为武库中有大量武器装备,张华担心有人会借机混进去偷取武器,制造事端。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,吸进此时的政治已经混乱到了什么地步,哪怕是救火,都要先考虑有没有人会趁机造反。 最终,到了大火扑灭的时候,存放在武库中的三件套宝物,连同足够武装二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在内,都毁灭殆尽。 由于这场大火实在过于蹊跷,张华救火的态度也实在消极。 因此,有人怀疑,其实武库中的武器装备和宝物早已被窃取,只不过是靠大火来掩饰罢了。 但不管这场大火究竟是不是掩饰,王莽头这件宝物确实就此消失了,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记载中,连同王莽头一起消失的还有对于篡权者的最后一点警醒。 此后西晋的局势并没有如张华所愿般稳定下来,而是变得更加混乱,篡权者更是层步不穷,此后在八王之乱和五湖乱华的浪潮中,西晋王朝也彻底垮塌,张华本人也死于非命。 其实,封建皇权自身的特质注定了王莽这样的人层出不穷,无论如何警醒都是一样的,他们总结前朝的教训,自身却往往也成为了教训,正如杜牧在《阿庞功夫》中所写的那样,亲人不暇自哀,而后人哀之,后人哀之而不见之,亦使后人而父哀后人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